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课程刚药是学校教会书在编辑的时候 他们用的一个类似药林这样 那我们会回去反映就是 他们可能在描述他们研修的过程当中 他把这个过去比较不好的用语 他把它放在这个说明里面 可是他们在教科用书 同学念的他不是这个课纲 他们是看教科书 教科书是依这个纲要去编辑的 教科书依课纲编辑 教会不先来说 教会是不用这样 所以我就是说 如果你们有查到教科书上 有这样的字眼的话 我们也会请教科书的厂商要修 但是真的跟各位报告 我们昨天联系的情况 在新修订的第一个版 他们都有把它调整 那第二个版 因为他们是逐学生要用的那一年之前要修 那现在即将 明年要用到的教科书 接下来他们也在修订当中 那目前学生八月要入学的这个都修掉了 那所以教科书上不会有这样的字眼 但是这个纲要的说明 我们会跟他反映就是说 这样子放在这边可能是不妥事的 我们要赶快把它修正 那所以教育部会撤销这个 就是课纲 这不是说明 但是具体目标 是本文的地方把这个词放进去了 那教育部有没有要把这个 在教育部的法规网里面的公文 用公文 用教育部的命令 把它定在课纲里面 所以这不是什么书上 他自己没有概念去写 是教育部从上往下的去 要教科书上去写这个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去评识 因为如果教科书上去看说 那现在要加这个 我就必须把这个例子放进来 用教育部的描述 不然我可能会审定不过 那所以教育部到底有没有要处理这个课 到底有没有要把这个课案委来撤下 我还是说明一下 所有的教科书经过检核 就是没有这样的字眼 那他们在这个描述的部分 我还是讲的就是说 我就是把你们的这个意见 我们会请我们国教医院的教科书中心 好 我们再了解一下 谢谢大家